公元620年7月 李唐势力迈出了问鼎中原的关键一步 中正洛阳 王世通 敌定中原 戏以此战 大唐主帅李世民 督十万大军向洛阳进发 为了便利后勤 唐军利用黄河等水道作为主要的补给线 设六处水路粮草转云 在外交方面 李渊在经理维持与突厥表面上的和平 以近乎委屈秋千的态度 来安抚这一旁聚在北方的强敌 最起码不要站在王世通势力一边 同时李渊前世 自当时还与王世通交恶的窦见德 李求在战略上彻底护理王世通 打败王世通的关键是攻克东都洛阳 开打之前 我们先大致解药说一下洛阳周边的情况 先说几条河流 建水 洛水和伊水 这些河流注入黄河 河流冲击出一片盆地 伊落盆地 东都洛阳便位于这片盆地之中 既然是个盆地 那四周显然是山脉 在洛阳城北 落水以黄河之间的这一绵长的小山 为盲山 然后是松山山脉 湖牛山脉 熊尔山 小山 如此山川行事 使得在洛阳周边 有几个重要的据点或者说关口 首先 如果没弄错的话 想从黄河一辈抵达洛阳 路线是这样的 从河阳城过河阳球 抵达梦金关 沿着盲山山脚向西 然后从盲山的低海处折向南 这里说明一下 这条路线是我猜的 这条路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梁沧 回洛沧 然后沿着河谷或者说水路向东 可直达虎牢关 这一路有两个据点 雁石和拱线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梁沧 洛口沧 大约洛阳东南方向 有两个口子可以穿越松山山脉 抵达盆地内部 还原关和大谷关 南面 一丘缸二组进入洛阳南部的咽喉 洛阳西面 经寒谷关有道路进入长安 因为只要不涉及寒谷关 在这里就不显示了 稍微小结一下 因为洛阳距离盆地内 四周三合形成了一个封闭结构 所以周边这些战略要点 变成了攻略洛阳的关键 见唐军士大 王世聪采取了固守战友的战略 因洛阳作为随经营已久的东都 城池坚固 藏领富足 王世聪自信可以守很久 于是他本人率大军 作证洛阳及其外围城郭 又分派敌清 镇守苦劳 怀州等要点 其用意在于 第一 凭坚固的城池 消耗唐军 第二 王世聪的地盘 大步在河南 握住周边战略点 既个宝藏资源和补给 不断输入洛阳盆地 外交方面 王世聪遣人结交突厥 在其死以援手 620年7月 李世民遣将先攻辞剑 此意 李世民亲戚侦察时 不想遇上了敌人阻力 敌主将尚雄信 领百余计 重追猛打 李世民左右开弓 亲自殿后 临走 还顺口入了对面一员将领 数日吃了小笔的李世民 果仗灰师拿下实践 洛阳之战正式开幕 兵力对比方面 据资料记载 唐军10万 王世聪 洛阳兵力应该在3-4万 周边据点 兵力未知 但有一点应该是清晰的 唐军4大 王世聪的兵力是不足的 再说唐军的策略 李世民吸取了李密 当年九攻洛阳不下的教训 采取唯困孤立 断其臂板 再攻取制的总体策略 长均分五路行动 一步经一阳举一圈 以绝洛阳南原 一步攻洛口长 转洛阳两响 一步沿太行东进 攻淮州 一步将秘密渡河南下 知取回洛长 切断洛阳与黄河水道的联系 最后一路继李世民本部 净团盲山只必东都牵制王世聪 同年八月 唐军按计划对洛阳展开全面攻势 唐皇军汉部 秘密取回洛长的计划很成功 具体怎么成功的 未知 回洛长一失 洛阳北面援助断绝 王世聪派军反攻 但反击并没有成功 这里要说明一下 资料上说唐军攻的是回洛城 而不是回洛昌 这个有争议 我是根据整体的战地局势 感觉攻回洛昌的说法靠谱一点 唐王军阔部是攻洛口昌不下 于是转道把还原关 扰住河南方向至洛阳的支援路线 当时王世聪的广州中冠 携25州详唐 李世民便派唐军理事纪部 冬出还原关去接收 虎劳的敌人前来救援 被以世纪击溃 所有唐军用计 劝向了行舟变舟 饿死了王世聪东路两岛 在唐军试图破族般的凛冽攻势下 王世聪手下梦惊 衣缺还原大谷 这几个洛阳周边重要的战略词典禁食 王世聪在洛阳附近 仅存厌尸 拱线 虎劳一线 及河水北岸 宿城勉力增达 手中地盘也仅剩河南道 宿州和孤玄带外的襄阳 为什么王世聪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而是眼睁睁的看着唐军一步步完成部署呢 其原因可能是 第一 他的兵力距离劣势 且李世民一直在盲山上盯着呢 若王世聪主力出援各地 洛阳城还要标呢 第二 王世聪制定的战略就是 防守再变反击 可能他认为攻守之势还未易主 至此 李世民已经完成了对洛阳的战略孤立 李世民开始疑点待面 步步紧缩对王世聪的包围权 不过这期间 李世民又亲自外出侦查 果不起来 又差点出事 10月 李世民与锦林侦查地形师 梅开阿渡 再一次以500级被王世聪万余人合围 再一次赚上了一门心思想取他手机的上雄性 刺意 李世民在于词静德横朔掩护下 突出敌阵 而后又果断回马 杀了金轻 不得不说 李世民和他的精兵队长 于词静德在5G上看清绝配 李世民手以攻时 拿着一把极为夸张的大弓 厉害欺杀百发百中 而于词静德上必朔 当即入敌阵中 敌重朔赤之不能伤 甚至还能夺敌朔反赤之 简而言之 这是一个企业级射手 在一个高明坦克辅助下的极限拉扯 上雄性被御词静德赤落马下 李世民在屡次凿穿敌人战胜后 终于等到了援军 行获王世东手下冠军大将军 陈志略 转手千鱼 俘虏六千 就在洛阳和威即将完成 王世东只能所困手之斗时 北方便故躲身 梁思都又一次跳出左腰 梁成言突厥可汗 不若极其未定 南取中原 于是突厥四路大军南下 剑指长安 突厥此起一方面是梁游说此南 另一方面 廉克 薛举 刘武洲等军阀的礼藏势力 已经成为一股独大于中原的旁人大物 这违背了突厥对中原割据势力 各以原知 平衡各方以便利用中国之乱牟利的初衷 如果令李世民 班师 李昌司令可能就失去了攻下东都的唯一一个船口旗 即便踢退已经警觉的突厥 王斗二人也势必联手 届时寒谷关外铁板一块 东径之翼 击成空膛 此时的李渊并没有第一时间 命李世民 班师返回 而是遣郑元淑 处使突厥以求退兵 就在郑元淑徨于突厥 寒葬之时 突厥可安欲疾 驱发而死 随后其弟竭力继位 而郑元淑也因为被人怀疑下毒而被囚 后李渊前人以重金入职 才将郑元淑救回 突厥可安究竟缘何而死 我们已无从得知 但是郑元淑自突厥返回之后 官拜洪如青 李渊称其公盖疏物 突厥没指望的 王世聪看来只得指望各地手下前来勤王了 但事实无情 王世聪的公司掀起了一股跳槽风波 就在唐军不断合为洛阳的期间 王世聪各地的手下却纷纷详谈 唯恐落后 为什么呢 王世聪创位随朝 其实才不久 威望不足 内部不闻 对于前朝的干部 他一概不信任 积极提拔新人 打算打造一套完全忠于自己的干部班子 但这需要时间 这项工作显然还没有完成 而前朝清旧也屡次发动政变 企图杀掉王世聪 王世聪政权内部是极度动荡的 建议这种情况 王世聪颁布保甲连作法 大杀特杀 结果呢 现在大家一起跳槽 破了他的连作法 王世聪没法子了 只得求助于窦建德 窦建德念及存亡此行 答应出兵 他修输李世民 言下之意 我已决意出兵 请你返回同关 我们还能同修就好 李世民见信 留其死不报 2月13日 李世民一步清成功 立壁垒备战 王世聪趁唐军壁垒威力 引兵两万 隔骨水相聚 说明一下 现在这条建水也叫骨水 但随唐时候的骨水 应该还没有和建水合一 应该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 或者小溪 因为这个时候 唐军壁垒未成 大家都有点担心和害怕 盲山中的李世民却说 谁是迥矣 习仲而出 侥幸一战 今日破之 后不敢付出矣 这个胸中溢满了 风烟血火的年轻人 再次兵行险糟 命驱突通率五千步军 渡河机支 两军一接战 驱突通发烟 市民遂领骑兵 南下冲阵 混战之中 李世民落单 坐骑众流死而毙 身边仅剩秋行公一人 秋行公将马滥鱼李世民 鱼马前不知长刀 聚业大呼 掌数人 两人显而悠显的 凸阵而出 两军混战五六小时 王世中部阵型激进溃散 终于不知而退 李世民坐马追至城下 掌斧八千 顺势推兵城下 将洛阳成功 围了个水泄不通 王世中固守攻城 再不复出 随后 河阳成首将 弃城而逃 怀州致死祥唐 黄河北岸 据为唐军所有 命令首已落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 洛阳攻坚战将进入收官阶段 眼看王世中已成瓮中之别 可局势斗变 都兼得率十万大军来源 而唐军累日征战 以降倍兵平 倘若挡不住都兼得 王世中之围将迎刃而解 全盘接活 之前所有的部署 都将化为炮影 撤兵 还是迎战 这位23岁的年轻人 即将要拿礼堂的国运 走一场最艰险的钢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